第三的三体 下列有关远球及其功能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的水晶体相当于凸透镜 视网膜相当于底片 视网膜的成像成的是一个导力缩小的实像 都是老师上课讲过的 所以选项A选项B跟选项珠都是对的 而选项C是错的 我们的水晶体不是靠它调整前后的位置来调教 而是靠结状机的收缩或者是放松 来调整水晶体的厚薄来调教的 所以选项C是错的 第三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于水晶球及其功能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水晶体可前后移动调整聚焦位置